- 李哲駕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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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喂 快點弄啊 - 快點弄啊 - 蛤 - 哎 - 幸好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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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在拍照嗎 - 哎呀 沒有了沒有了 - 今次真的沒有了沒有了 - 照片而已 - 再拍一再拍就行了 - 我的時間是一段時間 這兩個小時怎麼辦 I am so sorry 不過不怕 我今天約了一個專家過來 讓我問問他 你的影片能夠夠嗎 Hello Francis Hello 大家好 我是Francis So 是一位專業攝影師 亦是一位縮時攝影藝術家 Francis 我的影片能夠夠嗎 請問 你連基本的雲圖都沒做到 就沒得夠了 就是我動了一部機 就令阿清沒了一條大作 唉 拍縮時短片 真的很需要時間和心機 Francis 你為何開始的時候 又會拍縮縮時短片 我在2013年看到一條風景影片 用Time-lapse的手法去拍攝 就是一位紐西蘭攝影師 用Time-lapse的手法去記錄 當地的風景 相當漂亮 我為自己開一個項目 嘗試用Time-lapse的方式 來拍攝香港的郊野公園 最後拍了13個月 最後展成5分鐘的影片 很幸運地 可以在世界不同的影展 拿了幾個獎 還有一條叫Eskip的作品 就是用Time-lapse 和Hyper-lapse的方式去拍攝 亦都拿了不少獎項 所以我就一直拍Time-lapse 拍到現在 反正來 有些東西我不太明白 如果你逐張拍攝 和你的影片再Fast-lapse 其實是否差不多 其實又不同 因為拍片來說 快門最慢 都是在1-20秒 但我們逐張照片 即是Time-lapse photography 快門可以去到5秒 甚至30秒 方便我們在不同的場合 用不同的快門拍照 我們亦都可以拍攝RAW Files Direct Range會高很多 可以後期調校 威風和光暗的設定 合成影片時 效果會更好 拍攝出來的影片 好像加速得很快 對 例如像拍攝星空 一晚只拍攝3-4小時 最後可能影片只有10多秒 阿青這段影片很差 不如我們叫Francis大地拍攝這段好影片 不如我們按吧 好 走吧 腳架是基本的 有甚麼工具可以更厲害嗎 有的 例如這類電子快門線 可以設定3-5秒的頻度 我們便可以很自動地拍攝 例如像現在日落 我們每8-10秒拍攝一張照片便可以 設定好後 按下開始按鍵 便會開始拍攝 另外我們拍攝日落 反差很大時 便需要用到漸變背對鏡 平衡天空和地面的光差 但今天反差不算很大 所以便不需要用 再進階一點 便需要用到Motion Control Unit 電動軌道 電動的Pantio雲台 令到Time Lapse 影片更加有電影感 嘩 這麼高級 對 那鏡頭方面 是否甚麼鏡頭都可以設定 鏡頭方面便要視乎你想拍甚麼 需要用到長焦 要拍一些仔細的東西 我建議你設定期間 設定短一點 例如2-3秒 如果你是一些短角的 拍攝大環境 便可以用8-10秒 因為它要求資訊沒有那麼多 所以拍攝出來的效果都會很好 Hur Sir 其實TN都很複雜 我可否用自動模式 用自動模式 拍攝相片便沒有問題 但Time Lapse 便會有些問題 例如光暗變化問題 會閃閃閃閃閃 會有Fleaker 另外會變得很高ISO 令到你的鏡頭有很多Line 在甚麼環境之下 用甚麼模式才是最理想的選擇 我們一般日出或日落 都會用到光圈才缺 鎖死光圈在5.6或8 有一個快門自己跳 ISO 記得設定自動模式 但要設定為100-400 不會有很多Line 如果在一般日光環境下 或是星空或夜景 都可以用MO 拍攝 鎖死光圈快門和ISO 這條鏡頭便會很漂亮 還有一個很進階的模式 叫做聖杯模式 就是讓你在光暗變化極大的環境下用 例如日落後要拍攝出星空 變化太大了 有很多級的光暗變化 所以都要用一些器材去輔助我們 由聖杯模式又MO 我真的搞不定 你可否再說一次 你又不用擔心 其實現在大部份EOS相機 都有Time-Lapse Movie功能 只要幾個設定 就可以拍到一條不錯的Time-Lapse 當然你想拍得更漂亮 就花更多心思去研究 那我們的新手就放心了 除了剛才說的星空、人流、車流之外 還有甚麼特別的題材可以拍攝呢 總之跟時間有關的話 都可以用Time-Lapse 拍攝 商業用途來說 例如室內建設的變化 或是大廈建築的變化 如果是生態方面 亦可以影響花草草開花 或者是昆蟲脫殼的過程 亦可以用到 現在的時間差不多 不如我們試試夜景Time-Lapse 好 Haster 剛才聽你說的Hyper-Lapse 究竟是甚麼 Hyper-Lapse 都是Time-Lapse 你看到它寫著Hyper 昆明是一些比較高動態 或者速度快一點的影片 拍攝的方法 其實是模仿一條很長的軌道 拍完一張就走一步 然後再拍一張 最後出來的Time-Lapse 其實會動得很快 走得很遠 那這個怎樣知道它 是否同一個位置呢 其實我們拍攝Hyper-Lapse 都要先找一個主體 例如像這個Motilon 我把主體或目標放在Logo 每一次動畫後 都要找回主體 即是同一個Target 以及調整水平 機內有一個電子水平儀 很快便可以知道 構圖是否水平 拍完之後 我們便要移動同一個距離 這裡很好 有街磚 例如移動兩個街磚 還有一條線 給你做一個配合 可以拍出來便很直 很漂亮 如果這裡有街磚方便 如果沒有街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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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街磚方便可以用一些 你可以用粉筆 或者不想太複雜 就用自己的腳掌 譬如這張拍完了 我要移動一隻腳掌的位置 就唯有用這隻腳 三腳隔這隻腳來隔一隔 這條線可以跟隨便跟隨 不一定是街磚的線 例如有些省距離 總之有一條假象的線 你也可以跟隨它 Time Lapse 主要是拍一些 本身會移動的東西 包括天空有雲 人流、車樓 或者日出人落的角色變化 但Hyper Lapse 反而是拍一些 靜態的物件 建築物、雕像 反而是我們自己要移動 去拍那樣物件 最主要設定方面 就是在 Interval Time Lapse 是一個固定的 Interval 譬如8 秒、10 秒 有它自己拍 但Hyper Lapse 因為我們拍攝的時候 動完一步 都要每一次重新構圖 去追回同一樣物件 所以這個會花很多時間 那個 Interval 就不需要設定 構圖之後 我們才按鍵拍照 歌圈、快門和 ISO 其實都跟普通拍 Timelapse 差不多 可以跟回現場的環境而定 技巧上我們和它差不多 但概念上有沒有提示 去教我們怎樣構成一段 好的故事性 Timelapse 呢? 先講Timelapse 吧 譬如你出去拍了很多 很漂亮的風景景 譬如日出、日落、星空 我們可以在剪接上 安排得好些 剪完一個日落的鏡 之後要跟著的 當然要跟夜景或星空 時間跳來跳去 會令觀眾很混淆 所以所有事情順著的時間去做 就會很好 那 Hyperlapse 呢? Hyperlapse 呢? 很講述影片的方向性 譬如我們在某一個地方 用 Hyperlapse 穿越去另一個地方 Hyperlapse 的方向是最好一致的 向前那時 變成橫向後 方向跳來跳去 會令觀眾很頭暈 還有我們拍之前 就最好想定故事 是怎樣穿越 夠順的話 就令觀眾看得很舒服 亦都是被不同的人看得出 你是安排過 Francis 啊 那有沒有什麼地點 適合我們這些新手 去拍Timelapse 當然有啦 如果你想拍日出的Timelapse 可以去三頂爐吉 如果想拍日落的Timelapse 就可以去飛鵝山 如果想拍Hyperlapse 就可以去尖沙咀海旁拍下鐘樓 那今天也感謝你 和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Timelapse 的資訊 沒錯 等我學以置用 再拍一條 又回家的Hyperlapse 影片 拜拜 記得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片了 我們要看我們的頻道 可以為我們要補充一下 對 明快我公開了 我們要看我們的頻道 我們要看我的頻道 感谢观看